我时间倒流回到纯团业 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 别太组织好自己的语言 不然施朗错过 我跟他说 学习中文 他是听不懂的 好好学习中美 他也听不懂 少吃一点 我说 少哭一点 少哭一点 老头哭哈哈了 不然就 要么就说恭喜吧 恭喜 你说了我想说的 那我说祝你 祝你一番丰盛 老头非常开戴 大家 答断是吧 我对那天的自己 就是棒棒的 重新组织下语言 牛 那我说一下油吧 我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 我觉得无论我对他说什么 都听不进去 而是觉得这两年来 温馨无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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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